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香港作為全球長壽地區之一 要繼續保持身體健康 最重要是由飲食著手 就等到營養學、食材方面 既然有研究的大廚 教大家煮出美味又健康的營養大餐 恭喜…恭喜你這麼快又起 閘著,其實我肚餓而已 不是有寶寶 還以為我靈機一觸 還以為煮菜給你保身體 那保身何時都要過 有東西吃就開心了 好 Mabel,我看見好像準備了 很多豆豆的東西 我們做甚麼 這次會做一個又漂亮 又健康又養生的 桂花燕窩白寶竹 燕窩真棒 當然真棒 你看,我這次為了你搜羅 一級白燕盞給你 真是一盞 對,因為… 我也不是很有研究 但我知道燕窩的密度越高 而且一塊的價值越高 找到燕盞 當然不是… 入重盤 不是在著茶裡拿 只是買回來的 明白 而且最重要是選擇一些比較潔白 而且沒有那麼多雜毛和雜質 顏色較潔白為主 我們要預先浸清水 浸三至四小時 偶爾要換水 浸完水後 就像我手上的這碗 你看見它已經散開了 一梳梳 而且很潔白 因為我們… 對,很漂亮 而且最重要是選擇漂亮的燕盞 雜質不多時 裡面有很多毛髮都不會明顯 對,不用特地在這裡挑 我們要預先將水放入冰糖 隔水,燉30分鐘 這樣就可以即食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燉了 時間關係,我知道你等不遲 你已經燉了 這是燉了嗎 對,已經浸了,又燉了給你 很好 對 因為我想留一點時間 留在煲竹的步驟 因為煲竹是我們最多時間的步驟 首先要先煮煮水 因為我們要用大約三公升水 煮桌上的所有材料 你沒看到材料雖然是一小碗 但煮出來也有很多 我們可以逐一種材料放進去 有幾種材料要預先浸 包括手上的糯米 要預先浸三至四小時 好 然後這是黑糯米 黑糯米 也要浸 也要浸 好 然後加入紅豆 紅豆也要浸,因為是豆類 早點浸的話,一定可以煮得快 明白 然後還有羊耳米 羊耳米? 耳米不是大老婆不能吃嗎 我最初也以為是 但原來這隻羊耳米不是 因為羊耳米是蜜 其實是豐富的纖維 樣子真的很像耳米 會拌亂的 對,有生耳米、熟耳米 和羊耳米三種 這隻是羊耳米 明白 也要洗乾淨浸 還有這個蓮子 這次用了半邊蓮子 或是開邊蓮 也要先把魚鮮浸 好 就可以開火 好,煮開了 最重要是煮粥的比例 關鍵是很重要的 因為不同材料 有不同的黏稠度或口感 我們按下一個比例 放進去就非常好 我經常看到有燕窩 給大老婆吃 其實燕窩有甚麼好處 因為燕窩除了很珍貴 還有氨基酸 可以有蛋白質 我媽媽也會做給我吃 難怪你這麼漂亮 謝謝你 好,我們要攪拌嗎 要的,因為本身的糯米 對,也比較黏底 我們把水滾下 讓它可以偶爾攪拌 確保它的溫度和材料 最重要是可以均勻 好 而且這次的白布竹 說是白布竹 其實它有米之外,也有豆 其實可以有很豐富的纖維 還有葉酸 大老婆的葉酸是非常好 這是天然的葉酸 對 還有我們加了花生 花生不需要浸泡 我看到你的花生有衣 有衣也可以 有衣也可以 對,有些是沒有的 不過現在坊間通常是有衣 而且經濟更容易購買 我們加入花生後 就可以蓋蓋蓋 大概煮一小時 好,收到 至少一小時 對 視乎你想要它的稀潔度而決定 要否調節小一點火 要,因為我們要調節中火 中火可以溫度下 讓它可以慢慢煮開 就不會沒水 明白 很快一小時後,我們享受哭了 再回來看看白捕竹變成怎樣 好 結了很多 結了很多 而且你可以感受到它是黏稠的 而且你看到豆和米全都爆開了 對 蓮子已經發脹了,這就為了標準 除非你想黏稠一點 想吃下去的口感更辣 粗糯一點,可以煮久一點 明白 這時候我們可以把水浸淨的桂圓 這個即是龍眼肉 可以加進去 我吃的白捕竹 我第一次沒試過下桂圓 是嗎 通常這樣就結束了 然後有些可能會加糖 但我個人偏好無糖 你這麼健康 對 那我少加一點 對,我們這次會用冰糖 對,我們先加進去煮肉 好 冰糖是否也很快溶 我比較少煮冰糖 冰糖也很快溶 因為我們這次用到比較小的冰糖 相對就很快可以溶化了 明白 好,溶化後 我們就可以加上桂花糖 桂花糖是一些金糖和桂花鏈製 你當它是中式的果醬 我們可以加進去 如果你真的加桂花糖 因為我記得你說不喜歡吃甜 你可以減少冰糖的份量 因為它也很甜 如果太多,煮出來的烹竹就很甜 不要緊,我可以為了你甜 不用了,你已經夠甜了 謝謝你 好,還有我們最矜貴的燕鍋 我們可以加進去 輕輕回熱 因為我們本身已經等了30分鐘 但這個時候已經冷了 我們要把它加熱 好,很健康 加一點乾桂花 好,滾透後就可以上碟了 好,我倒進去 原來是你,我來吧 我來吧 好 交給我吧 是 好 今天我今天留意到你強壯的臂彎 厲害 日子有功 對 剛才有名字 我剛才有名字 先等等 我也吃過夜粥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好 好,全放好後 我們加一點乾桂花 因為未經煮過的乾桂花 其實是金黃色和香很多 好,這個這麼漂亮 養生的桂花耳鍋白葡萄 完成了 這次我們會選擇一個一級的白燕棧 因為它浸泡後,化漲得很大 而且雜質比較少 很適合做這次這麼矜貴的 桂花燕窩白葡萄 我們會做出一個禮物 Take一步 小貓 小貓 可以吃開 來! 你來看看 我們會做出一個禮物 Mabel,原來孕婦在懷孕的不同時期 都要吃不同的食物 也是的,他們懷孕的初期 中期和後期吃的食物都不同 那究竟他們可以吃甚麼 他們把名單已經在我手上 讓我馬上做給你吃 好 Mabel,這次包心、刺土都差不多 我們這次煮甚麼 海參捲半牛油果醬 聽起來很棒,我們快點開始 好,首先我們處理海參 這是比較方便的急凍海參 因為大家都知道海參要幾天多晚 去浸發 浸發 又要去烹調處理 這次我們選擇小一點的海參 而且我們可以事先用雞湯浸發海參 這個浸發的意思 並不是由乾浸至濕 是用雞湯本身沒有味道的海參 可以有雞湯味 入味 明白 好,那我加進去吧 加進去,大約浸10分鐘便可以了 收到 好,南威邊已經沸騰了 我們可以把湯連在這裡浸泡 好,沒問題 煮太久反而會軟軟 待會包起來就沒那麼濃 對,反而我還打算煮久一點 好,倒進去 完成 好 好,浸泡海參時 我們可以切其他不同的配料 這次準備了不同顏色的蔬果 蔬菜,可以做餡料 包括這是橙圓椒 橙色的,帶點黃色 還以為青色也是黃椒 燈籠椒就是黃色、紅色 然後我們先切粒狀 盡量切細粒 方便我們待會釀入海參 你剛才說釀入海參 對,釀入海參 我還以為是炒一碟 原來要釀進去 炒一碟是需要的 因為炒完餡料後 我們會再釀進去 好,椒已經切好了 然後有青瓜 我覺得顏色調配上也很重要 對,有時看見色彩色 你的胃口也比較好 這個真的 食慾大增 特別是在華人的時候 很多時候又累、又熱 又沒有胃口 如果有色彩色的菜式在面前 我也覺得… 可以試試,有很清新的感覺 對,最重要是有營養 健康和上心願和 我們有粟米芯 可以取得口感 這個也可以算黃色嗎 也是… 對 好像孕婦多吸收黃色和紅色的蔬果 就可以幫助它吸收胡蘿蔔素 對它們的身體也很好 好,接著到車尼騎 車尼騎時我會用兩粒 留下兩粒做裝飾 好 形狀都是一致的,全部都是粒狀為主 好,但就不用特別 像那些大蕃茄一樣去過浪 這次我沒有刻意去過浪 因為本身這隻茄的味道比較甜 還有一個紫色,紫色就是蟻瓜 所以其實要用花青素 其實它這麼色彩的時間 我想小朋友也會很喜歡吃 所以你說其實這個菜式 已經是鹹蓋了很多人 已經是鹹蓋了 燒完鍋後,我們可以加蟻瓜 先加蟻瓜 先加蟻瓜 有為何要先加哪個嗎 絕對有,因為生熟程度不同 如果水分比較多和容易熟 就放後一點才加 比較乾身或難熟的 譬如甘筍、蟻瓜、瓜類都可以先加 下一個就加入粟米生 輕輕地炒,原來已經有香味 是,因為火候夠大 很快就可以炒香味 而且聞到金黃色 然後加入蟻瓜 紅椒和橙椒 好 還有青瓜 還有青苔茄 好 好 那些好像頭盤開胃菜一樣 好像多國菜、沙律 很多不同的菜 對 一開始就是這些 調味方面,我們會用一個簡單的 我們會用到千島醬 千島醬是比較酸甜和開胃的醬 加少許醬就足夠了 同時加少許鹽和厚胡椒 好 加上味道,最簡單、最原始的味道 就足夠了 好,是否可以了? 可以 好,麻煩你 先把它倒進去 炒好後,可以把海參拿出來 把湯匙輕輕輕輕輕 因為怕裡面的位置 有些湯汁滲透得太多 待會就很難包餡料 先輕輕輕 好,乾淨了 因為你看到它攤開了 其實有一個卷曲的弧度 對 讓在中間的位置 其實不需要刻意放生粉 或是怎樣很大力地包裹 它會自己有一個回彈的形狀 然後把它合起來就可以了 這個非常簡單 好 說這麼快已經讓好餡料 我們可以進入直爐準備包裹 好,這次剛才說到是海參卷 是 海參卷好了,但外面還有米籽 這次我們選了三色米籽 又是五眼六色 黃色是黃薑粉 紅色是紅菜頭 白色是原味 真是天然的 對,天然很多 製作方面很簡單 只要泡一泡這個食用水 讓它可以泡軟身 時間不需要太長 純粹將它軟一點 可以做到卷曲的效果就可以了 泡它是否用普通清水 清水、室溫水、龍頭水都可以 因為我們稍後會再回鍋裡煎一煎 如果你說我直接食用的話 就要用回鍋裡煎一煎 但這隻紙也有些有趣的地方 因為浸過濃後 其實它會太軟,很難包裹 所以真的要拿捏時間 對,好,這邊浸完後 我們可以拿一個海參卷 是 捲中卷 對,原本以為只捲一個就結束了 也不是的,多加一點吧 好,我們好像包春卷有包過嗎 小時候吃的 好像有,但很少 或者是越南春卷 對,像包禮物一樣 或者可以用多一點想像力 是 像包禮物送給朋友 把一包包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一塊 對 不是說再切開的嗎 待會煎完後會輕輕切切 會漂亮一點 好 你看到三條都很工整 對,很一致 很一致 這就為之標準了 環化已經包好了 我們可以起鍋煎 好 好 我們可以將米節丸底部向下 然後調小一點的火 慢慢煎香 煎美 但這個相對會健康很多 因為我們用半煎的形態 不用太多油炸 對… 會吸收小一點 但相對沒有那麼健康 你保持這邊煎好 好 我可以煎醬了 今天我們會用牛油果醬 記得選擇熟一點 還有摸上手一些軟身的牛油果 做醬就為了標準 你看到那顆核也很大顆 是 雖然肉很軟軟 但那顆核的大顆 也代表牛油果很好吃 因為這顆是澳洲牛油果 我們先切小顆 然後待會我們會將牛油果煮熟 好 把它刮出來 輕輕把它壓起來 同時可以加少許鹽和黑胡椒 再加檸檬汁 加少許黑胡椒 好,攪拌至差不多 我們可以加檸檬汁 慢慢根據稀潔度 而調配檸檬汁 這次加,其實它很容易水汪汪 我們要分開幾次加 但酸度也可以自己喜好嗎 絕對是 不喜歡吃那麼酸就少加一點 對,因為太酸的話 只要吃到酸味,吃不到牛果的味道 就會浪費了 是 好,這邊差不多了 我們加洋蔥 我們準備好擠袋 預先剪掉擠座 把餡料加進去 即使牛油果醬煮多了 放在雪櫃後 可以用來蘸其他食物也可以 我覺得可以 因為加了檸檬汁 其實是保鮮的作用 你放了一段時間 但可能沒有傳統的餡料 開了那麼快,會氧化、黑色 當然是最快吃最好 然後將我們煎得這麼漂亮的海心卷 放出來 輕輕切一切,慢慢切 因為太大力,海心卷會擠出來 對,你真的很厲害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情況 所以一定要把它慢慢切 很漂亮,你這樣切開一半 而且看到那個橫切面是告訴別人 這個真的用海心的 而且你看到裡面的餡料 包羅萬有 對,包羅萬有 不知道以為在做可憐菜 對,其實也可以 人們上來吃的時候 有一家大小,有老人家、小朋友 吃這個也適合 我覺得絕對適合 我們先放牛油果 先放牛油果 對 先放進去 你喜歡多一點還是少一點 多一點 折折… 然後將海心卷加進去 輪流將不同顏色放 對,而且特地切到 有些高低起伏不同 看上去就可以有立體感 對 不用說太一致 然後還給它車輛 放在旁邊半碟 很漂亮 給我這麼高貴的海心卷 半牛油果醬,完成了 海心盛閒味溫 又保診養卷的作用 在懷孕中期也是很適合的 不過留意它的膠質重 比較難消化 建議可以跟陳皮、薑等一起煮食 做河心卷的時候 最重要是包得比較實 而且卷的時候盡量包得更緊 煎出來的卷就沒有那麼容易散 而且切的時候就會很漂亮 我們試試這個這麼精緻的表面 要點心吧 好 口感的層次很豐富 海心軟綿綿綿 但外面那層又有點煙韌 再加上煎了,有點脆 層次很豐富,不像吃養生的料理 對 為何點心 除了精緻之餘 你會覺得為何養生虛吃得這麼漂亮 這麼精緻,這麼優雅 就是這個原因 加上很多菜的不同的汁液 滋潤和海心吃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不得了 對,而且我最喜歡的醬汁 我也是 整個菜裡面有一點酸味 真的適合大肚婆 即是她們沒有胃口 吃這個,我想馬上會吃肉大增 簡直開胃了 再加上牛油果 本身是飽肚比較離口 酸多一點,其實是沒問題的 好,我們先嘗嘗白寶竹 燕窩的白寶竹 很多燕窩 我們本身是加桂圓、冰糖 這些真的比較自然 我覺得原來甜的白寶竹 我也能接受到 而且很清新 我很喜歡最後加乾桂花 有點余溫 令乾桂花的味道可以釋放出來 即使現在,依然味道也很香 而且這個香味可以吸引媽媽 想孕肚的時候 有些香味令她可以開胃一點 而且平時吃的 怎會加燕窩那麼矜貴 真是媽媽有的福利 加燕窩 而且口感不錯 口感好之餘 而且營養很豐富 畢竟是燕棧 功夫又少了 但家裡真的要多煮 對 謝謝 可以通知你